音乐 我们说有一个这个矩形的电流环 那这个矩形的电流环呢 一边长是AV的部分 那它能放在一个磁场里面 那这个磁场呢 它基本上呢 这个磁场是J方向的磁场 那它的大小随着时间在改变 那这个矩形的电流环呢 跟这个磁场夹了一个角度 这个角度呢是阿发角 那我们会看到就是说 当你这个这个矩形的这个整个的矩形电流环呢 会有一个感应电动式产生 接着我们想要求它到底这个感应电动是多少 这是第一个你想要求的EMF是多少 第二个部分我要求的是 那因为有感应电动式了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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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的概念 那这个GOTDS是等于多少 齿通量的部分的话 V我们已经知道是等于JV0的sin的OmegaT 那DS呢 你现在是BS 它的normal方向是N方向 所以你看到 J跟N 它的夹角 就是等于 cos的这个α OK 换句话说 我们把它这个G起来的部分的话 把V0 放出来 sine omega t 然后整个 dx的积分就是 这个整个面积 整个面积的话 就是我们的ab OK 然后乘上cos的α 这是我们说我们这个loop 如果是静止的情况 那它静止的情况之下的话 它的磁通量 是随着 时间在改变的 所以这个磁通量 随着时间在改变 它应该会产生 一个感应电动式 那这个感应电动式的大小 你就是直接对这个时间为分 就很简单的就可以看出来了 B0的ab cos的α 然后cos的omega t 然后再乘上 omega 这就是我们的 这个感应电动式的大小 那 如果 我们说 这个loop 是在移动的话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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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随着时间改变以外 这个α 也是随着时间在改变的 因为loop在转动的情况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假设loop在转动的情况之下 那 我们会发现 这个α 是随着时间在改变 如果 我loop在转动 这个转的 这个 这个角速度呢 跟这里的omega 是一模一样的情况之下的话 OK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基本上面 假设它的转动 我的 omega呢 是等于 它的 看 我把它化成这个 i方向 就是 我loop在转动 看 x方向 所以 我把它化成 i方向 好 这样子 你的呼号要带出 要带进去 这样子在转的情况之下 那你现在 你就可以看到 我的omega呢 它是i方向的部分 OK 这是我的loop在转动的 omega 所以你现在 你现在看到 我们 会有一个 emf 这个emf呢 不是只有磁场在改变而已 我还会有一个emf呢 是 因为我的整个loop在转动 所产生的 切割磁力线的emf 那这个issue 我把m放进来 跟这边区别一下好了 那我们现在我们看一下 我们说 好 他u close b 然后 dl 这是我们的 这个上一堂课已经讲过 那你现在你看到的 首先 我们把这个整个loop 要分成几个 一二三四四段 好 那这四段呢 你现在这个close的 你就可以从1g到2 u close v dl 加2g到3 u close v dl 加上3到4 u close v dl 加上4到1 你分成四段 那每一段的情况之下的话 我们看到的 我们看到了这样子 你这个loop在动的时候呢 那我们可以看到 每一段 如果是 omega是 i的方向的话 那你这一个 动上去 这边的 u 是这个方向 而这个u是这个方向 OK 每一上面的部分的u 全部都是 朝这边的 下面的人 全部都是朝这边 在动 OK 所以我们看 我们说 第一个部分 你的u 从1g到2的部分 你的u的话呢 这个是a 整段是a 所以这是2分是a 乘上 omega 然后它的方向 刚好是n的方向 2的n 然后close v的部分 是j v0 side omega t 然后你对dl的积分 dl从1g到2 所以是dx i的方向 那有没有问题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部分 一样的 只不过 2到3的部分 你其实上 你是有两段的 每一个u啊 它实际上是i omega r omega不是i omega r omega r的 就是跟这里的 你的长度 到中心走的长度 是有关心的 所以 它的方向 还是 不n的方向 然后这边呢 是r omega 正n的方向 这是u 那这里 是2分是a omega 然后正n的方向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 也一样的把它算出来 我们说 上半部的部分 是 互i omega 互r omega n 我说3到 这个r是寄到 0的部分 然后 close v0 jv0 sin的 omega t ok 那dl呢 dl就是 the r the r component 负责 因为你击下来 那从0 这个0 这个0的位置 g到3的位置 sg到2的位置 对不起 g到3的部分的话呢 omega 那个u的部分的话 是r omega and and close c v0 sg sg omega t 然后 有一个dot dot的部分的话 是 r the r component 第四 那d是 最段 3到4的部分 一样的方式 我想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才对 2分之 a omega n close j v0 sg sg omega t 然后 dl dl dx i 方向 方向 dx r omega n close z v0 sg omega t 然后 dot dl r 再加上 从0g到1的部分 -r omega n close j v0 3 omega t 然后 d dr 那你把每一项都积分起来的话 我们会发现 这整个积分的结果 我不在这边算 就是 a 乘上v 然后乘上omega 然后乘上 其实这个是 其实这个是 A b omega 然后再乘上v0 sine 的 omega t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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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e的Alpha SineAlpha怎么来 SineAlpha的话 就是N跟Z Close 它就会有SineAlpha OK 所以基本上面的话 最后这个结果 你看到这边这个结果 诶 这边 等一下 这没有问题 你看到这个结果的话 和这里这个结果的话 我们看一下 我们说 如果 Alpha是等于0 换句话说Alpha是等于0 就是一开始就摆在XZ平面上面 Alpha就等于0 那 我说T等于0的时候 Alpha等于0 那你就可以知道 实际上的Alpha 就等于OmegaT OK 所以你现在 你就可以看到 你算出来的 Motional EMF的话 就变成 B0AV Omega Sine的 OmegaT 然后Alpha也是OmegaT 所以你是OmegaP的平方 OK 所以 你现在Total的EMF 当你在移动的时候 就有两个EMF了 所以 所以 那 它是应该 这个Total再加上 一个是 随着磁通 负的 你再讲 DefineV DefineV 的部分 那这一项呢 如果你写得详细一点 实际上就是 随着磁场 对时间的变化 那所得到的 磁通变化 然后另外一项 就是我们 导体 本身 在转动的一个变化 就是两项相加 那你把这两项相加起来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两项相加的部分 负的 B0AB OmegaV0AB这些都已经都一样的 然后 OK 前面的部分的话 因为 α是等于Omega T 所以α是等于Omega T 这边α也等于Omega T 所以现在是等于Cosine的平方 Omega T 减掉Sine平方 这两项你把它用背角公式把它画一下 就Cosine的两倍Omega T OK 这就是你整个的一个结果 这是一个磁场在改变 然后你的导线也在改变的情况 所以我们看磁场禁止的时候 这个导线禁止的时候是得到的结果 另外一个是导线在移动的时候 我们说得到结果 他这里有没有问题 啊是不是找了一个负号 所以基本上面的话 积分的过程当中 每一项的部分的话 其实我不一定要用DR 我可以用一个DL就可以了 然后你就把这个Close出来的方向 跟DL去Close Dot 也可行 就你不需要分成两个 直接你把DL假设成这个方向 全部的DL是这样子过来 那也可行 你就Close完了跟DL 它就是从2到3直接积分 对 4 4到 4到0 这边是负的 对 OK 好 好 那这是我们看到了 磁场跟那个导体一起在 都是在变化的时候 你不只要考量导体的这个Rotation 那也要考量这个磁场随时间的变化的部分 我们的感应电动是 是一个导体在磁场里面移动 OK 然后呢 它也是 整个磁通量 在改变的一个结果 或者是说 你这个是B.DL Ds 那我们在上一堂课已经讲过说 这一个部分 就是我们的感应电场 那 所以 你这个感应电场 E.DL 放在这里的话 好像是 磁通量在改变 会感应产生 一个感应电场 所以 数学上面 我就可以直接把它写了 写成什么 写成克 1 是等于负的 Long B Long T OK 其实这个 从这里到这里 就是start 12 你就可以了 因为你这是现积分 换句话说 你 克1 DL D S 那 Ds Ds积分的话 你就是 Long B Long T 就出来了 那你再把 其他的 Must-Way Equation 把它放进来 你会发现 我们现在有的 Must-Way Equation 第一个 本来在进电学里面 这是等于零的 现在变成 Long B Long T OK 那 Ker H 是等于J 这是安培定理 然后 Diversion D 是等于 Zo Free Charge Diversion B 是等于零 这是我们现在已经有了 四个 两个高斯定理 一个法拉第定理 一个安培定理 然后一个法拉第定理 OK 那我们看到了 这几个方程式啊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四个方程式呢 我们还有一个东西是很重要的 就是说 我们已经知道 当 Charge 随着时间在改变的时候 它其实是跟什么 它这个地方 的电流有关系 电流密度有关系 这是我们的 连续方程式 这是 Charge的连续方程式 那我们其实我们把这个东西呢 基本上就是 Conservational Charge OK 那这个连续方程式呢 你现在看到就是说 单位一点上面 在这一点的电流的发散程度 是跟什么 跟这一点的Charge 随时间的改变的负质有关系 你有电流有发散出去 那表示这里面的 这个区间的Charge 随着时间变少了 如果电流是流进来的话 那这个 这个区间 随时间的Charge 的改变就是正的了 OK 那反过来 如果有一个区间 电流流进流出 那表示这个区间 进去的Charge 跟出来的Charge 是一样多 那在这个区域里面 电流就没有 Diverge OK 这就是连续方程式 所告诉你的 但是 这个东西 跟你现在有的 已经知道的 电学跟磁学里面的 这几个定理的话 有什么样的地方是 有矛盾的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刚刚已经讲过 这个是很简单的 因为你Charge流失 就是等于在这个 电流密度 它有在发散 我们跟J有关系的方程式 是这个方程式 那我们就把 这个方程式呢 把它 作用一下 我发现一件事情是 糟糕了 这个东西是什么 零 零对不对 啊哪里发生问题了 大家都同意嘛 对不对 这是很简单的 概念 这是Conservational Charge 简单 但是 你这四个方程式 我们都已经 推了半天 都出来的结果 那你发现说 哇 这是等于零的 表示 不是这里有问题 就是这里有问题 啊 这边有问题 因为这个是什么 这边非常非常 简单 而且非常清楚的概念 那这里就可能 有一些问题存在了 那 这问题存在的点啊 你必须要去修正 换句话说 这个东西 你必须要去Modify 那Modify呢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你一定要符合他才可以啊 因为这个是什么 这没有什么好说的 这是数学 对不对 任何一个向量 可在Divergent一定等于零 因为他绝对不会变的 所以你现在你要符合他 他又要符合他 你要修正他 那最简单的修正是什么 我们现在就把 课H是等于J 这个先摆进来 然后我知道 Divergent以后 它要等于零 那表示你有一项东西是什么 要加进来 OK 那他要等于零 你就把它 这个把它搬过来 就等于零了嘛 所以如果 Divergent J Long Row Long T 就等于零了 但是 现在要看这一项 你加进来是 什么物理意义 有没有意义啊 现在在数学上OK了 OK 那我们等一下 我们再来看物理意义 我们先把数学 把它弄清楚 好 那你现在你看 J的东西啊 Long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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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周是什么 周其实不是 单纯是周而已哦 它却是跟什么 电厂有关系的 因为高师弟 你告诉你 Divergent的 D是等于周 这个周是Free Charge OK 你这不用管 它的介练 介绍是什么了 因为你介练系数已经 介练常数已经摆在这里了 所以我们现在 我们看到 我们说 好 其实 Row是等于 Divergent的 D 看起来的话 好像很漂亮了 物理学家最喜欢玩这种事 我们就看到了 它是等于 J加 Row D Row T 对 所以呢 我们看到了 这个关系是 是我们已经修正完的结果 那谁修正它 我们把这个已经Modify了哦 Modify成 Modify完了以后 我们不再叫法拉帝定理 安培定理 高师定理的 我们叫做Mustware equation 那你就知道说 这一项加进来的话 Mustware 哇贡献好大 所以它把所有人的 那个什么 这个贡献呢 全部通通放在 叫做Mustware equation 这是 第一个部分 换句话说 你现在 我们的Mustware equation呢 它叫Mustware equation 所以你在 你要知道的 Mustware equation 它一定满足了 这个 Conservation of charge 它一定满足 而且 在电厂跟磁场里面 它所受到的力 就是酷仑 作用力 这也是很确定的 好 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这概念好像很简单 但是 却是一个 很重要的概念 因为 它在历史的 里程碑里面 Mustware就是因为 这一项 的关系 对物理的贡献 非常非常的大 而这一项呢 就是我们后面 要再讲的 它是 叫做 Displacement current 那为什么叫 Displacement current density呢 因为 这一是什么 这一是 Current density 对不对 那 一个current density 跟它加在一起的东西 一定也是跟current density 兄弟姐妹的 所以 它一定跟它性质是一样的 然后 第一是什么 Displacement matter 所以 所以我们就把 这一项的 整个 的含义 就叫做 Displacement current density 中文叫位于电流 OK 那 这是数学 到这边 还看不太出来 有什么样的 物理的情况 是什么 是什么 这边 这边 是什么 谢谢观看